大家好,我是皮脫科技 本次Console Team Tree介紹二維參數結果圖的繪製 母運班在執行多個參數計算時 通常會使用1D圖來繪製 例如左邊這兩張圖 我們可以繪製一個參數對我們結果的一個曲線 或者選擇另外一個參數對結果的曲線 然後透過多條曲線來呈現第二組參數的一個趨勢 不過有時候你要比較兩個參數之間對結果的關係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本次介紹使用2D的表單圖來呈現會更方便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案例 我們使用基本模組的一個2D熱傳範例來做延伸 在這範例當中 我們把熱通量兩個參數設在我們的參數裡面 然後執行兩個參數的分析 包含H1跟外部溫度 H1是我們熱傳係數 我們使用參數掃描來做計算 分別對H1呢 從100到800每隔100少一次 那外部溫度TEX呢 從300K呢 少到300不是K 每隔10K呢 少一次 然後執行呢 Full Combine 也就是全參數的計算 計算之後呢 我們可以得到 比方說呢 像我們看到傳統的方式呢 就可以得到這種曲線圖 我們對H1呢 來做 或者呢 對外部溫度呢 來做結果 但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在推導的這邊呢 來將兩個參數呢 同時做一個估算 也是一樣 估算 整個 模型的最低溫度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得出呢 所有參數組合下的結果 我們現在利用這個表單一呢 去做圖 我們可以的結果呢 按一下 2D 繪圖 然後再從2D 繪圖呢 選擇 More Plot 選擇 Table Service 也就是表單表面圖 選擇這張表單 資料集呢 我們在2D 繪圖圈這邊 選擇關閉 我們現在可以得到這張 X座標呢 就是我們的熱傳吸收 Y座標呢 就是我們外部溫度 所對應下來各種組合下的一個 表面分布圖 這個結果呢 已經有做過內插處理 所以得到很平滑的一個 表面的分布圖 這個圖形就是我們最低溫度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種 2D 的兩個參數的表面圖呢 可以看到 這兩個參數呢 對我們的溫度呢 之間關係 可以更容易的 去找出這樣的一個 分布的一個行為 包括完畢